一个王子去算卦 问自己有没有帝王之想 相思抠了抠鼻子 说你有没有帝王之想 他不知道 但是你面带桃花 不久就会遇到两位姑娘 其中一个是你的真命天女 他将会带给你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老三说自己家财万贯 根本不缺钱 相思表示那可是无价值宝 果然老三出门就来了个英雄救美 不过这姑娘可不是你的真命天女 人家是来找你二哥的 老三将二哥的踪迹告诉对方之后 立马就找到青楼的红颜知己小岳 说自己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但为了他可以放弃一切 啥任务呢 所有的王子都在参加王主的竞赛 但老三表示自己只爱美人 不爱江山 小岳感动得不及 于是俩人就在一块 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母亲那里 林王后大怒 马上将老三抓了回去 林王后怒气不得 但老三却说自己对王位没有一丁点兴趣 之所以要参加竞赛 完全是为了配合母亲的胜负欲 林王后问那姑娘怎么办 老三说她早就想好了 要纳小岳为妾 林王后直接一句好家伙 然后就要首师儿子 手下赶忙拦在中间 老三才得以脱身 至此 老三出去 不过相思说的无价之宝是啥呢 一年后 小岳抱着个孩子来到王宫 说要找孩子的爹 林王后直接进行 不过人家并不是来要补偿的 而是要把孩子交给林王后 因为小岳一出生就是贱 她不想让孩子也和她过一样的日子 林王后亲身经历过母子分离之痛 她问小岳确定要这么做 小岳不说话 只是哭着放下孩子离开了王宫 于是林王后将孩子抱给老三 起初老三看到孩子还觉得好玩 但当得知是她和小岳的孩子之后 老三马上请求母亲找到小岳 并且要私下收养这个孩子 林王后气得哭笑不得 王宫里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 一旦被人发现 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老三表示总不能让孩子活活饿是吧 林王后表示 既然你这么有责任性 为娘就答应你 你的孩子你自己也 但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老三就受不了 哭着闹着求母亲帮帮她 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女 林王后只能接过孩子 而有了林王后的帮衬 老三带起孩子来也越来越舒适 但一想到这孩子日后没有母亲 老三就会觉得她特别狠 不过林王后早有安排 因为孙女的乳娘就是小岳 眼看着一家人得以团聚 老三特别狠心 但没过多久 老三的秘密就被奶奶赵太妃发现 她和林王后是死对的 于是赵太妃让大王将这对贱民母女赶出王宫 但老三表示自己就算丢掉王子的身份 也要和小岳母女在一起 好在大王并没有顺从老太太的意思 而是默认了老三和小岳的关系 老三从此化成超级奶爸 向平妃们学习各种育儿知识 别说 这孩子还真是狗家之宝 让一个浪荡公子哥成长为一个父亲 好